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如有博士於民 而能製縱何餘 可謂仁以乎 只若何事於人 必也勝負 要信其有病諸 婦人者 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達而達人 能近取悲 可謂仁之方 也宜 問人 人的功夫 境界 見於哪裏才叫做人 子貢說 如有一個人 博士於民 而能製縱 派堂派錢 叫做博士於民 開口送道 每個都滿足你的要求 以及能製縱 幫百姓度過危難 能製縱 怎麽呢 算不算是人的境界 孔子說 怎麽只是人 去到聖的境界 這是諸子的 有些漢元 說是尾刀人 必須去到聖才行 博士於人 不要緊 何事人 不止是人 已經去到聖的境界 如果真的完全滿足所有百姓的要求 遙信其有病諸 如遙信的領袖 仍然有缺陷 未必做得到 不可能滿足所有人的要求 負仁者 與智者不同 仁者 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達而達人 即是自己搞定之後 己立 即是道明得立 同時幫助你 你都可以 教導你都可以 這就是大乘的精神 大乘佛教的精神 己立立人 祂成了佛 也希望其他人都可以成佛 己欲達而達人 祂通達了 悟了道 都會教導你去悟道 即是不會自己難教教徒弟 沒有師父 害怕別人懂 一定是無師的 等於學問了 是恭喜 你學得到 你就學 就不會收起我不教你 沒有這件事 就叫做己立立人 己達而達人 能近取豬屁 銀取屁是甚麼呢 有兩解 首先我自己解釋 以自己近我的本心 去比喻到遠近 即是說 那件事我相信我喜歡的 你都應該是喜歡的 於是我就給你 這樣做給你的 同樣 這件事我不喜歡的 我絕對不是這樣做 做在你身上 相信你是不會喜歡的 所以我都不做 叫做近皮取屁於身 就是以自己為一個出發點 以心為心 這叫做恕道 就是推己及人 又叫做結舉之道 這叫做人之方 這裏是說的 聖者是用在管治上 人者可能低一點 只是成己成人 就是德行上 這張論文在同論語邊 黑己復禮為人 叫做論人之相保 相保 兩個很重要的部分篇章 這張比黑己復禮更加好 這個人者論語裏 凡109件 109件 專論人的部分有59章 問者各有不同 所答不義 叫做恩財私教 差距懸殊 這個孔門 是整體論人裏最重要的一章 博士於民 這個博士就是政治的 即是政治恩德 這個詩字讀詩 我以前都說過 詩本來就是一個旗 真正的詩字 就是從也 從撲 呼報也 推及出去 由本身 由自己 一直引伸到其他地方 叫做詩 左轉 這個博士是什麼呢 左轉有個這樣的記載 陳氏雖無大得 而有事於民 陳氏後來散齊 陳門 三世散其君 散齊之後 改姓陳做姓田 所以陳田一家 陳田不能通訓 他說什麼呢 有事於民 其實就是爭取民心 將國家的錢派遣 你有沒有錢我借給你 沒有買什麼 類似就是 我筆五斗給你 有沒有錢 我用國家的糧 用五個大殼 筆給你 然後呢 到你還錢 不行啊 好 收順一點 我找這個 一個杯 在這裏 隨便拔回三杯 當交了 哇 那些百姓感激契靈 於是 每個人都感激聖陳 就沒有知道有姜氏 姜太公是姓姜的 他封在齊 姓姜呀姜太公呀 後來就散了齊 所以呢 後來後代 就禁止那些大臣私下 派米 開倉陣制 就算是明知那地方是水漢呀水災 沒有中央的命令 你是地方官 明明你看著那個糧倉 不可以私下派米 就是怕你 假公祭司 收買選票 三世就散齊 是的 就是假公祭司 收買人心 這些 變成一種政治手段 就是 大出小入 來籠落民心 不僅僅是百姓 那些官員 都收買官員 祭宗是請民於災難之中 古代裏面有幾種人是特別受尊重的 發事於民則自知 死後 立廟 不是各人可以立廟的 就是 就算你生前隻手遮天 自己立廟 到時供奉我 被雷劈了 會火燒 會火燒 魏宗賢 不僅是天火 天火若災 自然的火燭 燒了他 自己人 到時失勢就賊了 真正是有德於民 人們感激 他就立廟去紀念他 所以在九龍城 有兩個二帝廟 就是六阿夫 背著宋帝丙崖門 現在還有一個廟 後皇廟 發事於民則自知 岳飛也是這樣 所以 立廟去紀念他 神中追遠 飲水施遠 希望在那裏求神拜佛 希望中立彩 浪費氣 不是這樣 目的都不是這樣 發事於民則自知 以死勤事得自知 為國家犧牲的那些 以勞定國則自知 分裂很大 安方定國 死後人們立廟去紀念他 能遇大災天災 則自知 就是這裏 叫做制衆 即是生前能遇大災天災 能遇大災天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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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有這個博師制衆 這個肯定來說 就是政治上的貢獻 不過 後面 戒指之類 寒語原道篇 害致而為之備 患生而為之防 就是能悍大患 這種 來的 害致而為之備 即國家有什麼 外來侵略 你一早做好防備 有患難出現 你只能夠抵禦 何視於人 他是一個客觀 即是不敢肯定 謙虛 就算你做到 不敢承認 何視於人 何視就是 何為於人 然非能者 有些漢字就說 未達到人的地步 就是聖者才通知 但朱子就說 已經超過了人者 直接去到聖人的境界 朱子後來是這樣解釋的 朱子就支乎兩個字的合音 說到人字 人字在今日耳熟能長 一個論語裡的109件 但子貢在當時的法文 孔子對於人字 還未確實定位 內涵是什麼 還未肯定 經過後來孔門的探究 主入內涵 經過公衡實踐 徵師述略之後就落實了 原來 在孔子的孔門裏面 人是僅次於性 即是人再高一層就是性的境界 已經是不容易做到的 清代院員的賢經室 就是論語論人裏面 孔子論人以性為第一 要知道的 人之後就知道二 孔子論人以性為第一 人則次之 人 故甚難能意 已經很難做得到 聖人而治 孔子皆謙不敢當 孔子聖以府 孔子說 聖則不敢 我學不厭而家不倦 孔子共事人過高 誤入性為 孔子分別聖 和人字 將他降一等而論之 孔子不敢自居 孔子說 遺之不義 吾己立達也 富人不倦立人達人 劉浩南的論語正義 立是立身行道 達是道行諸人 自己行 都要幫助人 對達到成功 這叫做達 孔子不敢自認為是人和性 孔子不敢自認 孔子來問他 孔子聖以府 孔子說 若聖以仁則吾己 孔子不敢自認 如果他自認就不是孔子 你們認為是 老師的一定是 如果我說是 孔子不敢自認 千的不要回應 吾喜感,益為之不厭 我仍然向著這個目標,不斷努力 就是富仁不倦,可謂混意 我個人就是這樣的人 孔則說,成為弟子不能學也 大論到孟子,孔則說 性則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 子孔則說,學不厭是智也 不斷學習,智慧的增長 富仁不倦,這是慈悲 希望人能成功 這是人的表現 人加埋恥,父子寄聖以 後來學生給他 萬世絲表 這個聖字,在論語中入了異部 通也,從耳,以充目明 儒家所說的聖人 就是智慧通達 並不是宗教上有光圈那種 弄清楚,是兩回事 沒有宗教的色彩 即是智慧的通達 或是人格的原備 沒有瑕疵 其實就是一樣 他畫個像出來,後面有光圈 那個光圈是代表他原容無缺 所有聖人都是 他有光圈,是代表他的修圍 是原容無缺 對,原容無缺 以前做過什麼壞事 都要清掉數 清掉了 即是沒有這些問題 真是去到聖的境界 所以在圓圓學院的三教殿 三個老人家坐在一起 預式島 三個老人家坐在一起 叫做三教合一 這個在宋代開始已經是 宋代開始 宋代開始,中人已經認為這三個聖人在一起 同樣的境界 叫做三教合一 當然是有很長的革命 宋慾最初的時候 是不接受的 三教合一 所謂宋明理學 理學 宋明理學 就是要理定清楚 我們中國學術 如就如 就不能有色度在裡面 畫清楚界線 他說 宋明理學 理在哪裡 理性 就是要澄清 理定清楚 講如就如 不要加進這些 如果我講 有時講佛 有時講這些 是不對的 是踩了界 又不是紅又不尊 他又叫紅又要尊 講如就如 你不要講這些 現在的道教裡面 那些對聯也是 你寫的那些對聯 不可以有這些思想 不是不入圍 一定是很清楚的 現在也是一樣的 在大殿裏面掛的隊 就是魚就魚 刀就刀 色就色 很清楚的 都是清楚的 分別 但是 到後來 南宋之後 慢慢 一個大的方向 叫做三教合一 有些畫像 一個像 包含了魚色度三個面孔 我見過 我見過這個圖 是 老子 孔子 色家牟尼 一個頭 包含了三個面孔 叫做三教合一 我見過這個圖 一頭三年 是的 我見過這個圖 其實 理所當然 不用這麼清楚 也叫做不化 有什麼不好 挺好 三教合一 對 都是導人向善的 是嗎 這是如此的 孔子說 到孟子 聖則吾不能吾 那裏我去 那裏我去 說文的聖字 通入 從以 請聖 讀請 它變成了 這個請字 就是這樣的 跟這個 的孔子是不同的 孔子是丹野 它兩邊是荒物 中間是淡條 穿著它 然後中間的人 成當 就是孔子 看到嗎 我見過人 在草以前也是 那條淡條是尖的 穿著兩頭 這裏的人 又認過odes 釋得要飲 嚴艙 如果前方的設位 就叫到懷任 這個請字 是不同的 請字 就標出土 上 有兩種寫法 有時是如果想地 有時是地 有時是是地 里長 有時是土 土字,如果是土,这种植物标出的土面比其他植物,出雷拔碎 如果是识的人,读书人的知识分子,比其他事,出雷拔碎 而圣人是以通目明,口耳亦是相通 白虎通的圣人篇,圣者是通也,通人 春秋秦汉之前的圣人是通人 导也,声也,导无所不通,即是说学问,是容易贯通 明无所不照,眼所看的东西走不出他的发眼 文声就是知识,所以说话 孟子不是有知言养气? 我知言,我善养,吴浩然之气 他说,听你讲话,看这个文章 就知道里面的内涵,叫做民声之静 与天地合得 与天生地养,一样的心态 圣人,叫做与天地合得 与日月合明,就是看东西的清楚 好像月亮太阳的清索照察 与四时合罪,就是春生下掌抽收东庄的变化 做回每一年,每一个季节 适当地做的事 与鬼神合吉空 鬼神有赏佛的权力 所以圣人,当然,你好就赚 不好就骂,叫做剥扁 是,走不出他的法眼 圣人有这个站站出来,去澄清那个是非 离定那个是非 就是孔子 看前,这份的圣字就是通人 不是后来宗教的圣人 我老师,苏文作老师,还加多一件事 圣字从以,表示,声入心通 从口,就是言为天下法 所以言为天下,就是论语 他说的话,他没有瑕疵 到今时今日,论语这边 人都捉不到有什么问题 最多是一句说话 为少人,为女子为难养 也是这句,歧视女性 我又这样看过一句 这个小人,是他家里面的家丁 近之不信,就是怨之则怨 近之不信,就是怨之则怨 他说是这样的原因 因为孔子经常都周游列国 出游之内 出游之内,直不下暖 所以,如果你是他的太太 他说是这样的老公 刚才说,他经常都不在家 那当然是有怨 近之不信,就是怨之则怨 他经常来到家 老婆一定会讨论 一定会吵 小人是那些打工的一样 你和那些小人 过分亲切的话 可能又有问题 又多是非 其实这句话是这样的 他说那个记者 即是写论语记的时候 他涉及到那些家庭问题 就不敢多说 所以就变成一种懸案 我是这样看过 其实他自己是说自己的家事 是的,家事 不是说别人 女子就是那些亲戚 那些太太 他有个老婆出妻的 孔子出妻的 离婚 是的 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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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主以为难养 很难相处 可能他离婚之后 说这些话 总之涉及很多家庭的纷争 亦是人之常情 老公经常都不在家 那当然有点怨言 他由寄事的既意 这句话的人 不便别人家的家事 不能讲得那么详细 是这样的 《重拯》下面是《重土》、《重侍》都有 《斷藥材》也無所謂,搞不清楚 如果是《重土》也好,就是那些植物特別飆青 如果是《重侍》,就是人特別聰明,挺身而出 聖人的錢,隨著歷史的變遷,聖人的內涵也有不同 《秘密之用》,立成器而為天下,莫大夫聖人 當時的聖人是有創祭發明的 有巢是、服欺是、臣農是、發明的、奸架、造福當時的社會民生 你就是聖人,你就做領袖 《秘密之用》,立成器而為天下 你創祭做一種,就算是坐頭、泥爬也好 發明在樹上居住,不用讓水浸、蛇蟲、鼠蟻、都已經是聖人 《秘密之用》,立成器而為天下,莫、莫、創祭的聖人 這種叫做創祭,改善當時的社會民生 那些人感激你,就做領袖 《士興神物》,以前文用 《士興神物》就是你發明什麼呢? 下面,復起、滑瓜,最大發明,易經最早就得符號,沒有文字 叫做障礙無辭,滑瓜 《神龍》有內智,那個草頭、泥爬,發明的耕田最重要 以前可能用木來挖鬆泥土 它製成了這個可能未必是鐵氣震的木 扭木為來,創木為來 來智之利,以教天下,變成了尖駕的聖人 神龍師 到皇帝遙迅,變東神化 這是創作、製作的聖人 有大功德的 叫做正德利用口聲 一個上書大語無的 一個好領袖,就具備了這三樣東西 正德,就是品德,是否可以作為天下法 以身作則,民之父母,叫做正德 所以領袖不單是改變社會民生 是要移風易族 你叫人不要貪污,你就不要貪污 這就是正德,以身作則 利用 創製發明 如何改善老百姓的生活 耕田 有些器具發明 初初可能 那些耕田 找幾個大隻,拿在前面拉 後面是推的 女人在後面推,前面拉 後來,好像是社工 土地社 看見人來前來得那麼辛苦 叫牛大哥下來,幫他拉 牛說不是 不要搞我 人們叫我 不要我嗎? 渣都沒有 渣都沒有 不會的 他一定會感激你 否則,罰我沒有瓦遮頭 所以土地工人現在都沒有瓦遮頭 有些牛 牛務都做了 牛糞、牛肉、牛骨全部 渣都沒有 所以土地工現在罰他,沒有瓦遮頭 他在時擔 即是土地工 沒有瓦遮頭 沒有瓦遮頭 在風水學上 有瓦遮頭是不好的 那些叫做亡國之社 那個社積是代表自己國家的 一個成功的社積是沒有瓦遮頭 因為他要上面吸入陽氣 下面吸入地氣 就是陰陽儀氣的匯聚 亡國之社 不讓你翻身 上面加個蓋,下面鋪一隻 對 沒有瓦遮頭才是正常的 叫做亡國之社 好做不做那些 不懂的 但是妙社全部都有頂 土地而已 土地 沒有,我們那條村也沒有 我們那條村也沒有 就是懷疑這樣,沒有蓋 對,沒有上蓋 叫做寫 好做不做 厚生 即是改善民生 利其耕作之用 當時也是耕田 發明的周居也是一樣的 加上道德風範 叫做盛 外此其遇 純粹就是技術發明 就叫做了 考公敬 去到第十三頁 智者就是創者 考者就是術知 最擅長的有腦那些就是發明 考者就是術知 就是做出來 手之細就是為之白工 掌握這種技術 細細全執去的叫做白工 全集去,要有師傅 整個家族 在春秋裏 那種叫做國人 即是有專門技術的 就叫做國人 不同 跟文是不同的 文是耕田的 更加是低一點 就是體力勞動 這些國人就有專門技術 包括公子 就是公巧 凡是松青的公子 這些都是專業的 論語之刊編子說 故天 故天 眾知彰盛 即是空之力 天特別容許 多財多藝 但空之自己謙虛 如掌也貧賤 故多能彼是 人家說 老師你什麼都行 你什麼都行 是不是上天特別 關照你 你這麼聰明 孔子說不是 他說我自己 笑掌貧賤 捱窮 出來的 故 多能 彼是 什麼都行 文又行 寶又行 他說我窮 家裡窮 所以什麼都要自己捱 自己下手下腳 就什麼都懂 所以 是 笑掌貧賤 故多能彼是 這個聖 就是多財多藝 孔子盡心 到孔子盡針 充實之位美 充實而有光輝之位大 大能化之 大而化之之為盛 充實之位美是首先自己的 不斷跡學 有專愛 充實自己的美 充實而有智慧光輝透現出來的 這個就是道德智慧的光輝 西方有個學者 是德國人 他研究這個論語裏 他研究孔盲 他說這個孔盲 就是透過這個學問 道德的積累 產生了一種道德智慧的力量 所以有學問的人 不怕鬼神 不是不信鬼神 是不怕鬼神 因為他自己本身有這種能力 鬼神也怕他 自然產生一種智慧的能力 跟宗教是沒有關係的 就是這些 大而能化之之為盛 就是能夠感召來學 能夠感人 跟他學習的 受他的感化 這個聖人是道德品格充實 由善信真大聖 路似地去到一個不是言語形容的境界 就有一種放射性的能量 且能變化之為 又跟前面的不同 孫子 他說其智慧 足以 應待萬變 而可的智慧 智慧力量 去解決問題 後來又將道德和科學 而且均衡發展 教後世或執於一篇 只是道德 或者科學的又不一樣 就是 現量而非全量 現量即是一篇 全量有兩樣都可以 不同而於孫子 教孟子又進一步 基本論調都是一致 章子中說的聖人 以天為宗 與德為本 這個天是自然 道法自然 仿效自然 他不會刻意加一些個人的觀點 強加要你這樣做 就是 天然是如此 你相信自然環境的變化 就行了 等於說 春生夏長秋秋冬床 他不會突然逆著 冬床先擺 沒有 順著那個時候的發展 做這樣就行了 就是以天為本 以天為宗 以德為一個根本 道德 離不開道德 以道為門 入道 由這個道 進入這個道德的境界 一個門口 就是一條路 就是一個規範 未必就是道教的道 其實就是一個路 跟著這種規範 入去的德 入去這個自然裏面 兆於變化 兆於變化是智慧的表現 他看著那些小小的 徵兆 你又會知道時勢的發展的變化 這個聖人的智 叫兆於變化 絕對不是神秘的 其實有些問題 不應該用神秘 是非常客觀的 其實是一個智慧 已經說了支機、建機、原機 這個機就是微 這個機就是兆 看到這個兆就知道整個過程的變化 支機是未出來之前 建機就是建了出來 建機 然後做一些圓滿的補救工作 就叫做圓機 兆是甚麼呢 就是龜板 它搓龜 拉下去 那就是兆 就是兆 這個兆可以變成這樣 但是未必一定是 從這裏來的 是那個問題的跡象 一產生出來 你馬上知道 在這裏 叫做一卓就是知大海 一葉就是知秋 這就是兆 秋天落葉 未落落落地 又可以進入秋天 叫兆 就是精兆 從這個精兆知道的變化 也是智慧經驗的累積 去看東西 不一定是神秘性 《善文篇文子奴》 收己以敬 收己以安人 收己以安百姓 遙信其由病珠 就是全量 去對待百姓 即是 又有道德的 又有科技的 這叫做全量 由這裏引申到博師制衆 非亦非遙信所能及 不可能完全做得齊 上一課我記得引過蘇東邦的詩 《耕者玉宇,艾玉情》 記不記得 去者信封來者願 若是 人人盡如然 做物 日須千百變 不可能 那些造官都知道 只是能夠滿黑 大部分人的利益 就算了 不可能完全 滿足得了 有些不自在 有些四千元 都不夠交 交管理費 李嘉誠 你給我做甚麼 在這裏 在這裏 你給我做甚麼 我填表 浪費時間 在這裏 《耀順其有病珠》 在這裏 博師制衆 就是 很難 個個能夠 又滿足到這裏 他可能在管治方面很有智慧 但你說 他教人 這裏哪裏有空 他連自己的兒子 可能都未必搞 對不對 上書如命 一夫不獲 則若事餘之 孤 即是 百姓如果有一個人 我都照顧不到的話 他自己甚麼上身 是我自己的罪過 孤者罪也 這樣的 天下有罪 罪在浸功 百姓有罪 罪在一人 這些是胸襟的 這些做領袖的抱負 攬自己上身 為甚麼他們會偷口搶 動輒去槍斃 不是槍斃就算了 要找出問題 所在 為甚麼他要槍斃 是不是我有些問題 是做得不好 沒有教好他 令到他槍斃 要自己檢討 不是 砍斃就算了 要自己先承擔過錯 再找出原因去修改 不是說假裝就算了 假裝就別學他了 學他假裝的 你一定要自己 稳釋的原因 偷去搶是不對的 教到他不要偷去搶 這樣才行 一夫不窩 則若事遇之孤 事遇之罪 這是伊韻的理想 到下面 到下面 伊韻的理想 如此 今天未滅過 符高調 在政治上 被視為空談 不可能完全滿足 大部份 如果是如此 就算了 有些人得不到 就只有犧牲 聖人設教 並不如是 聖人不是 聖人完全要照顧得到 子貢 有志於人 徒事高遠 未知其方 以為 政治是如此 教法是如此 只能選擇 各有各 分工 各有各的分工 你做的政治 他又在教育上做多些事 應該算是很好的 施經說 高山養子 景行行子 很多人問過這個字 高山我們養子 抬高頭去看 高山就等於聖人 我們看著聖人 景養子 景行 讀行 大路 那條大路 不是用來看的 要行 真正去實施 叫做景行行子 所以下面 雖不能置 行不完 行不了 但是 言心向置 景行就是大路 要真正自己去 腳踏實地去實踐 行不進 都有行過 都叫做行 千萬不要不行 這是孔子世家 贊孔子的 這個計劃 符 取法符上 文德其中 要求100分 百姓做到6、70分 已經夠了 但如果要求越低 6、70分就算了 他又買少又見少 做得30分 所以 取法符高一點 文德其中 如果取法符低一點 文德就更低 文德其下 教教者就取法 孟子、謠信之道 不敢 要教得好東西 做不到 另外一個問題 是不是 要教得好東西 你以前取消泛文就慘了 問學生 誰喜歡文言文 沒有人不喜歡文言文 即是沒有人去讀文言文 是不是 那你就不用讀文言文 是不是 大陸現在都增加了文言文 比台灣還要多 增加了文言文部份 所以過十年之後 他的水準就要高 每個人都看到 就是怕 怎行 就沒有人學 讀那些 那些出題 不要理會 是不是都選了文言文 每個人都 硬硬硬硬 有泛文你選了給他 他就迫著他讀 要背仲 以前那些 你不可以要求 跟他的遺口去追 他最好不用做功課 是不是多了功課 是不是好一些 不是 少了功課 不是拿去做什麼 打機器也是一樣 老實說 這個 大學裏面所說的 詩人說的話 明德新聞 中庸 承己承物 論語 修己安寅 孟子 讀善 兼善 一樣 這些是聖人的 胸襟抱負 子詩 再中庸 曾子 作大學 明德新聞 江明的道德 改變社會的風氣 新聞 中庸 承己 就是承物 即是立己立人 搞定自己 又要搞定人 大聖佛教 是一樣的 一樣的 就是這個 不只是自己得就算數 小盛可能只是搞定自己就算數 但由小盛提升到大盛 都一定要承己承物 論語是修己安寅 就是一樣是己立人 你自己得才可以去教人 你自己不得人 怎能夠教得到人 孟子就是 窮則獨善其身 大賀文 即是他自己 政治理想 沒辦法行得通 就自己躲起來讀書 叫做獨善 達則兼善天下 你用它的話 就普道總生 但是 乘己乘日並清 幾宗大書 賀文 是從那個人論開始造起的 大賀文一定是從人論的五輪 開始造起的 然後你寫文章去體悟的話 就一定要讀六經 在經教入面 吸收到 你的眼光時的胸襟才會廣闊 這些文章 起碼出來了 大學中容 應該是屬於四書 論語孟子就是四書 已經四書了 四種經 禮教學記說 為之大乘 負然厚 以化文易俗 即是你當老師的話 做到聖人 你要做到這個境界 近者越伏 遠者也懷之 幾遠都走來跟你學習 這是大學之道 漢詩外傳 南架子說 負 高比 所以廣德也 要找一些聰明人比較 要學習教才行 不要鬥差 要鬥差 要高比 才可以廣德 高山養子 景航行子 不要自居於下流 孟子就是 不要居下流 要居高 比高 與天比高 下比 俠行 這些人是怎樣 大家都這麼差 是吧 越整越縮索 比善者 是自盡之戒 向學好人 你就向善盡 朱子教的兒子 簽合力惡笑 教仔 經常跟壞人來往 叫做合力惡笑 閃不為淚 朱子自家教人 跟誰人來往 跟誰人來往 閃不為淚 一定 不知不覺學習 下比則俠行 比善者是自盡之戒 比惡者是自退之戒 自居下流 私不運輔 高山養子 景航行子 吾喜 自比君子 再 我不敢說君子 自己是君子 但我向慕 我希望自己做君子 不是希望做小人 達者 達字 什麼叫達 有兩種 不是金錢命譽 這個不屬於發達 而是 他能夠誤到這個道 誤到這個理 這叫達 達者 建文篇 只要有君子 上達 小人就下達 上達 就等於比天 君子 秦天理 顧日進於高明 追求的真善美 真善美不是一個境界 境界之外還有一個境界 即是等於100分 是吧 你取得100分是否足夠 不是 小學 中學 大學 又是研究院 一直追求 沒有了期 他只是一個這樣的界限 但是界限之外還有一個境界 這個就是 日進高明 小人不是的 秦人欲 只是追求自己的物欲享受 故日窮乎乎 即是 一路一路 自吹於下流 顏遠篇子 負達者 質值而好 什麼叫達 這個質就是本質 內修其得 達到一定的境界 正值趨向於道義 首先是質值 道家說的是質 即是本質 見素普樸 樸可以用木字邊 可以用肉字邊 是未經刁剪的東西 素是那些布 未經染染顏色 現在是白色 黑色 是染了 未經染 你一染了之後 想翻轉頭 就沒有了 撲 木的 雕成這樣 已經不是原來的棵樹 肉變成一個首飾 又不是原來的樣子 就是要保持原來的質 質 人生一百多十年 回頭看看自己 最初的本來面貌是這樣 行走幾十年之後 回去看看自己 本性沒有變差 叫做見素普樸 不一定 這個叫做 叫做甚麼 打亂瘡 見素普樸 就是那個質 本質 是最重要的 就是質實 赤子 如保赤子 復歸於嬰兒 就是這樣純真 保持這種純真質實 你才可以近度 質實浩義 無論是年紀大的 年紀幼的 都是一樣 要達到這個目標 最糟糕壞到鬥頂 看以前的嬰兒時的照片 也不是這樣 都是我 如果無愧於心 就是這裏 就好了 就好了 就是這樣 擦然而觀色 淚以下人 這個是 接勢的 能夠留心觀察對方的言語 顏色 你就是 去認知一個人 不要看那個表面 不要看那個 跪勢 你要聽清楚 留心他究竟是好 還是壞 不要讓他的外表 在地位 虛偽掩飾 要跟他聽他的 說的話 行為舉止 去判斷他的真偽 這個就是 擦然而觀色 叫作孜然 我孜然 我善養 不浩然之氣 看他的容顏的表現 那些古人 特別是交友 或者 那個是女婿 更加要小心觀察 那個女兒 給了他 跟他 是不是要看清楚 可能幫不到 擦然而觀色 擦然而觀色 雷以下人 表示老頓 謙虛對人 再幫必達 再加必達 在國家居住的範圍 在自己的家裏 人人都認受你的 就是達 再加坊邊問 我們以前也有說 要别人接受你这叫达 什么情况下才会令人接受你呢 言忠信行督径 须知万麦之邦 去到那些化外之文的地方都可以行义 这叫达 那些武文化的化外之文 须知万麦之邦行义 言忠信行督径 那些武文化也没有人接受你 相反的言不忠信行不督径 就是周理行扶在 你自己乡下 你自己乡下都未必行得通 就叫达 所以就叫做在邦必达 就是这些 在邦必达就是这些 远的、近的都接受你 因为你没有找人 这就叫达 是论语的 我们以前说过 不是自己已经达 是要有这些行为才达 同时要教别人 亦希望别人都能够做到这一点 就可以达 这就是孔子的教育精神 这个欲者就是向 欲就是向 是好的 一般人说 心字下面的就是不好的 这个就好 其实只是一个字 但没有心字的 就是 立志 你的动机 自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 你一定有个动机 有个意欲 要求自己做什么 你才可以的 人怨扶灾 我欲人 私人自已 人并不怨 只要紧要你是发心 发心向善求人 你就可以达到 但是如果你 从来没有这个感觉 就是天理之遥 没有办法达到 就是欲 佛家也说 心即佛 你要想着 有个佛先 向佛先 佛从来都未出现过 你不可能 希望成佛 就是要勤行 能近取之避 避是巧遇 就是在两物之处 在人 在物两度来说 就是数度 就是结举之度 刚才我说的 我喜欢这个 是正面的 我相信你也是喜欢的 所以 我不可以奪人所好 这是我喜欢的 我相信你也是这样的 但我不可以拿到你喜欢的 就变成自己 不可以奪人所好 所以说 有一件事 我不喜欢的 相信你这样做 你这样对我也是不喜欢的 所以我这样做 你一样是不喜欢的 所以就不要做这件事 这叫做推己及人 就叫做舒度 叫做舒度 又叫做结举之道 就是把尺 结举就是把尺 我这把尺 量度你 量度自己 我喜欢接受的 相信你也会接受 这件事我不接受的 我这样做的 你一样是不接受的 所以就不要这样做 结举就是舒 推己及人 近嘴之心 再来说 己知所欲 辟知他人 知其所欲 犹是也 我喜欢这件事 相信别人也会喜欢这件事 所以 人就觉得自己 推其所欲 以及人 叫做舒度 反过来 别人自己不喜欢的 亦不希望别人这样对我自己 你又不可以这样对待 你又不可以这样对待 这个珠子解 再事物 就是孔子看到眼前的东西 即刻产生感悟那种道理 这个近水之身 就是刚才 观海 看水 可以看到这么多东西 这里一样 液经的 见天体之混行不适 即然 天行是见 君子以自强不适 天体混行不适 日而夜 夜而日 春夏秋冬 又周而伏此 没有停的 所以 所以 人 就学天道的运转不适 自强不适 自强不适 这就叫做 立宇宙于人生 亦经是如此 一点迷信都没有 天道的不断的运转变化 你们下班也来 都会听书 那真是自强不适 这就一样 坤卦 地势君 地势的口 什么都包藏 美恶不严 古早难太的东西 就推到地上 算数 黄金美玉也在那里 而稀土也在那里 所以 学了什么 地势的力是厚的 要学他一样 厚德再密 现在就叫做包容 雍容并包 美恶不严 就是包容性 好的又接受 坏的又接受 好似妈妈生的那些 几个有叻有不叻 一事同仁 厚德再密 见江海之蛙下 那些谷 低 谦卑 谦卑 谦卑水南 这些大海是低 所以能够接受那些江河流入 江海之所能为百谷的王者 所有陆地上的江河的水 全部收到 以其善下 就是谦卑 水能够百谷 所有陆地上的江河 的水流入 全部收到 另外 另一个特别 他说 见妇人哭哀 而不去其国 哭得很凄凉 都不走 就说了一句话 賀征 孟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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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车上按着扶手 就叫学生 子路 问他 为何 什么事 哭得很凄凉 问他 孟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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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一字的不同讀法就不同解释了 重重 就问他,有重丘者 他说弱,是这样的 以前,我家公死于苦 吴寇,这个寇是家公 寇姑,质名宴寇姑 那些媳妇一早起床 去见那些家公家婆,斟茶那些 叫做质名宴寇姑 你不要舅舅,未有很久到他 质名宴 他早上起床 不让你睡到黄昭,要斟茶 寇姑就是家公家婆 现在在这里 以前,我家公是被老夫吃了 现在,我的丈夫又是这样 再下来,不止有死人,又是死于苦口 孔子说,还不走?有这么多老夫? 他说,无苛精 这里的税收轻 他说,无苛精 假假的,还能维持生计 付随着精妖营 孔子听 马上说,小子、智智,何精妙于苦也 你将来做官,那些学生一定会做官 不要做这些狗官 气压百姓 气压百姓 小子、智智,那些学生 出来做官 没办法 下次再说,下次再说孟子 先说五六 先说一段 文如子之歌 孟子,即有作鹰作足之架 孟子,来楼上下 有如子之歌药 苍狼之水清是,可以作我鹰 苍狼之水逐是,可以作我足 孔子药,小子又自知 轻施作鹰,即逐则逐施作足以自取之也 苍狼是水名 苍狼之水清是,人家用来洗帽 帽顶帽的鹰、官鹰 轻施时用来洗脚 同一条水 孔子说,你自己清是轻 被人用的不同的地方 清是洗头顶尊贵的地方 轻施时洗脚,你自己拿来的 六十世纪的大象里面 那个蒙卦 山水蒙 山下出泉蒙 那些泉水在山那里流出来的时候 最初是很幼小,很柔弱的 君子以果行欲得 这个是最早中国里面的教育思想 山下出泉蒙 比喻什么呢 那些小孩子,小时候的智商初开 IQ是甚低的 但是甚低也好呢 你要灌输正确的教育 叫做果行欲得 叫做启蒙养正 正确的是非道德思想 黑就黑白就白 绝对不可以混淆 不可以姑息他 他说是非道德思想 他说是非道德思想 正确是非道德思想 小时候的教育 一定要清楚 所以有人说 越与残扁 越与残扁有很多善恶目凝 很清楚的 做法 那些石坚后一定是不好收场的 现在不是 越坏越邪恶的 越上位 这些教育里面就是 道人 歧途 要果行欲得 泉水初生必然有弱 佛校占移抗冲 国充确大 至于混浩无涝 就是教育的 孙子说 这两个孙子的庄子 最初 江出于门山 这个长江 那个发源头的源头 据说是门山 他出处的时候 其源可以南襄 南襄出这里 紧紧可以浮得起酒杯 及其至于尊也出到大海 不放舟、不避风波、涉也 一定要坐船 航母也浮得起 初初的时候 钱浮得起杯 但出到大海 航母舰也浮得起 庄子说 君其涉江而浮于海 望见而不知其牙 愿望而不知其所容 宋君者皆知牙而放 皆知此愿意 就是讲的人的学问 好像宋行那样 初初在水边 送他 但那些人离开水边 一直去到太平洋 那些人就看不到他 背部也看不到他 他翻过头 就是两个 出放羊的越来越靓 这里就越来越差 距离慢慢拉远 这个是读书 所以要忘顾着 到这里 下次再讲 好吗 感谢观看